歡迎好朋友來到 《谷海大丈夫》 現場我們邀請到的是 詠誠國際投股陳建成分析師 建成老師好 陳妍好 眾志觀眾朋友大家好 老師今天 台積電掉下來了 大飯植樹掉下來了 金星客連三黑了 商品也掉下來了 這些都是預購最前的耶 對 所以 我才跟各位講 富貴 穩中求 我上禮拜 我就單從一個指標 我就告訴各位說 電子股 已經在右上角的 股價在這個地方的 你不要再來做了 過熱了 我之所以跟妳講說 為什麼我跟妳講 我的勝率非常高 近乎百分百是因為 我們什麼文法 我們的文法就是 我永遠怎麼樣 山頭斜照 帶妳買 股價在這種地方的 在下面整理的 有沒有 在下面整理 我自己玩 然後怎麼樣 衝上來 有沒有 是 衝上來 人家 帶妳在這邊追 我讓妳在那邊下車 是 然後重新怎麼樣 再布局下一檔 重新再一找 在這個地方的 下一檔 有沒有 沒錯 好 那 妳看今天這三檔 上品 愛譜 金星科 上禮拜好紅 10月妳們不做 10月妳們不做 11月底的妳才要來做 妳怎麼會贏呢 對不對 以前不是有個老前輩 對不對 底部進場 不贏也難 對不對 山頂上完 有誰能贏 所以那個老前輩現在已經不在了 不在投股 但是這句 就一直流傳下來 山頂上完 有誰能贏 底部進場 不贏也難 人家這個是老前輩 經驗 之前在投股的心法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我就不懂為什麼妳們不用 然後明明很多 市場分析師 都帶妳去怎麼樣 買在這種地方 對不對 股價都這樣子 漲到這了 都山頂上了 妳還怎麼樣 還去追 妳還要去買 妳還非要去買 非要去參與 這樣能贏嗎 妳自然沒辦法付給穩中求郎 而且像這些股票 都一樣 老師 都是預告在一起 妳看今天電子股的 熱度 比重 成交比重 掉下了 掉到六四了 有沒有 上禮拜四在 我上禮拜 我是不是有一天 禮拜四 我特別 上禮拜四 我說一開盤八幾 我說那幾天的電子 都過熱了 妳要買在涼涼的時候 過冷 對不對 過冷的時候 不是上個月跌破一萬六嗎 台積電帶著指數跌破一萬六千點 冷冷的 對不對 冷風在吹 都是我要怎麼樣 雪中送炭 雪中送炭 對不對 妳覺得冷 我雪中送炭給妳 幫妳取暖 妳敢跟我做 台積電妳照賺 520 530 550 570 妳照賺一張五萬 有沒有 可是大家外資都來熱的時候 妳這時候妳才會來熱 那景上天花 妳就被外資割韭菜了 那妳看 這兩天定之古一人 不都下來了嗎 對 多數妳去追高的妳就很慘嘛 我們看台積電 2330台積電就是如此 其實上禮拜他已經就在570 580那邊硬硬硬硬硬混混混 上不去了 老師來說那個580還真是不好站 就在570那邊混 破570 568 是不是破了 我是不是之前就跟妳預告 我說早晚都會破遲早 對不對 破了 我說這外資在那邊連買 十幾萬張 然後又給妳出來外資怎麼樣 大買超有沒有 我每次看到大買超 連14買超 妳們底氣來我就要笑了 有沒有 對 上個禮拜到連14買嘛 新聞都爆出來 是不是這個跳空 外資大買 來 有沒有看到今天這一根 已經把 已經把那一天跳空的最低 這邊所有的全部套牢 今天收盤耶 妳知道外資在那邊買多少張嗎 十幾萬張耶 快二十萬張耶 對 十幾 光是這樣台積電 我在中市 我每 我一段 一段時間就會搭 我過兩天我就跟你解的時候 對 妳做台積電 跟我做 妳怎麼會虧錢呢 妳不但 不會虧錢 妳還可以吃壞這個豆腐 對 對不對 上禮拜我怎麼講的 導播放好重播 580 來 我早就告訴妳了 台積電了 有沒有看到 他現在就在這邊混了 長不動了 妳有沒有看到 580 要站穩都很難 有沒有 是 是不是 看到沒 外資 開始在倒對不對 對 外資 有沒有沒有講 對啊 前面 我們跟妳講說 他現在這幾萬張 他是前的時候超過10萬張了吧 對 都買在哪裡 550以上 560啊 550 560啊 500 這次沒有了 570以上了 有沒有看到 外資的重兵 都在這邊 是 很奇怪耶 這邊是往下砍 這邊都是往下砍 對 外資就是典型的 追高殺低型的 來 妳現在等著看好了 我們現在一樣再來 好 這段節目 要再先剪出來 這段節目 這個節點幫我記住 是 妳現在等著看 到時候 外資放下去的時候 或者這個接下來 12月又 美國又有什麼消息 什麼風吹草動 妳等著看 妳就等著看這 十幾萬的外資有沒有 因為最近不是外資什麼 又今年什麼大買超 前幾大買超 什麼400億什麼 都出來的嗎 沒錯 我每次看到這個 我超開心的 為什麼 賣超的時候老是減啊 因為這是指標耶 對啊 賣超的時候減 這個記者每天很認真 幫我收集外資的 買賣超數據 因為我沒有時間 去算那個 所以 他只要收集完資料 他跟我說 今年的幾大賣超 我們就來撿 對不對 今年的幾大買超 我們就下車 妳等著看好了 這幾天不是大買超嗎 是啊 妳等著看好了 妳到時候 妳再來看這外資 她會不會接著 要開始怎麼樣 她現在成本都在這邊了 對 妳等著看她到時候 是不是又開始 要自己砍下來 又開始往下一路砍 自己砍下來 對 好 老師做預告了 這只有差幾塊 妳等著看好了 老師妳預告了 來 完全預告在前 我需要跟你解指數嗎 不用嗎 看台積電就知道 大盤會漲還是會回檔 是 那我都已經有辦法 跟你預告 台積電會下來了 那 大盤不用擔心 就不用去多想 就是會下 對不對 就是照著台積電走 我猜也猜也知道 大盤就會下來 對不對 可是別人不是這樣解 別人會反過來跟你解說 今天大盤下跌一百多點 是因為台積電下跌 那妳不是慢了嗎 妳這解大盤 妳不是又慢我一個禮拜了嗎 因為我一個禮拜前 我就已經告訴妳說 台積電一定不會守住的 我不是胡說八道 有兵有據 我當初 台積電是不是在 11月公布 11月營收的時候 非常漂亮 是啊 所以11月13號的台積電 直接往上跳空 因為台積電的第三季 歷史新高 超強第三季 就是因為超強第三季 然後美國的台積電ADR大漲 於是 隔天 這一天的台積電 直接往上跳空 開高 外資全部都追進來了 但是他們忘記一件事情 我立刻幫妳分析什麼 我立刻幫妳分析說 台積電他們已經有預估 第四季的營收 那第三季的營收 10月 11 12是第四季 對 那10月的營收一公布 幾乎已經要佔了 台積電原本才測 營收預測的一半 大概40幾%了 那換句話說 11月跟12月 兩個月加起來 50% 50幾% 我們就當60% 好 兩個月加起來60% 你把它兩個月除以二 等於說 11月跟12月 可能就會只佔 台積電的多少 25% 就是第四季營收的25% 25% 那11月 10月如果已經 繳出這麼漂亮的成績單 那11月12月 就會怎麼樣 營收就會越減 就會衰退了 這麼簡單的數學都不會嗎 還需要我們這種讀劍中的來算嗎 這連國小的 你叫他算他都會算啊 那可惜外資 這些金銅呢 看到10月的過去數字 跳空開高直接給你追下去了 對不對 大買嘛 那我不是跟你講嘛 法說我們都已經 台積電都已經給你講 他的營收目標 數字是多少 那剩下 減掉10月 11 12就是怎麼樣 剩下 就會減了 就會掉下來了嘛 解答完了 你要一個是怎麼樣 看到 數字之後 會自動去幫你分析推算 那接下來是怎樣 而不是還在看以前 因為10月公布 對 10月營收公布 很漂亮 台積電就是從這裡長到這 是 已經反應了 台積電的這一段 就是在反應他10月很漂亮 對 有沒有 長完沒 長完了啊 那你這時候 跟著外資才去買 你去追 所以我才說嘛 我就覺得這些外資 不知道在搞什麼東西嘛 我也是 就是節目就坦言跟你講 這些外資有夠笨 笨死了 你跟那外資做的哪裡怎麼辦 常常被我拿出來笑啊 我們就很不客氣啊 講真話啦 是啊 對 那你事實是不是證明 我上禮拜跟你講的 印證沒 印證啊 今天禮拜一 那如果 我會知道台積電會跌 那是不是大盤就一定會跌 沒錯嘛 而不是大盤跌了 你再回來解釋說 因為台積電跌 你有沒有發現我的解法 跟別人不一樣 是 別人解大盤指數 因為今天全值股 聯發科 台積電 再跌 我們就是因為知道台積電跟聯發科 已經怎麼樣 漲一大段了 要休息了 所以大盤就會跌了 而不是你反過來 今天指數跌是因為台積電 聯發科跌 英國關係 你有沒有發現 這就是我跟其他老師差別的地方 理解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家族 對不對 我們家族的同學 做股票總是怎麼樣 領先抄底別人布局 領先怎麼樣 別人拉高的時候 下車 這就是 節奏 你要那個講過的對 對不對 這就是別人分析師 跟我們最遙遠的距離 一檔台積電就幫你 這才叫分析師 是 更何況其他的標的 你說像上品 金星科 艾普等等 這些台積電艦隊群的股票 是不是老師也都是 獎在錢 預告在錢的 後來呢 費龍在天之後 老師也都提醒小心 好 所以呢 這段時間的外資又怎麼樣 十幾萬張台積電 再套一次 所以你再等著看 我說這十幾萬張 那最後會怎麼樣 自己砍下來 對 它會自己再往下砍 你等著看好了 好不好 這老師都有預告過了 好 然後包括像那些 台積電艦隊群的也是 好 除了這之外 這幾檔股票 也是被我一一料中 完全預告 對不對 一個一個來講 好不好 上品 真的 4770的上品 這老師也都是直接告訴大家 預告在錢 小心抗龍有回 有沒有 這一根是投信拉上去的 這一根掌停板 對不對 這兩根是投信拉上去的 老師來說會複製像計價 我還算給你聽說 上品一天的成交量 一兩千張 投信自己就買一千張 那投信自己買了 你要有人幫投信抬轎 投信才有辦法安全下車 對啊 那如果沒有人 投信自己買上去 如果沒有人再幫投信抬轎 那他怎麼辦 那有一天他又是自己砍下來 不是又跟 剛那一檔台積電一樣嗎 外資自己買上去 自己砍下來 對不對 現在大家很聰明 知道要來看怎麼樣 古海大丈夫成成的節目 因為我們超會怎麼樣 戳破外資的手法 還有包括投信的手法 所以夠聰明的現在知道 看著我節目就知道說 不要去幫投信抬轎 不要去幫外資抬轎 不要去當韭菜 特別外資跟投信 不是在低點大買 是在高點還往上大買的 那就是怎麼樣 抗龍有回 準備幹嘛 飛龍在天 割韭菜然後抗龍有回 對 這我也是講在前面 有 為什麼 都講在前 大買的那一天 投信大買的那一天講 因為我是帶你買在這 對不對 你在買380的技嘉之後 我帶你買278的上品 300以下 後來這幾個月 三個月過去了 上品從多少 278 漲到多少 370 也是快到380 他的 他的股價完全跟 技嘉 反過來走 對 我們上禮拜節目 都還有比例 可是他這麼慘 他在這邊起漲點是370 對不對 但是技嘉現在是怎麼樣 270 270 270到370 對不對 100塊 我說他跟技嘉反過來走 對 那反過來走 技嘉最低應該就到270就好 可是技嘉更差 220 220 就誰的股票好 我的股票好 對不對 光這一檔上品 我就可以打死 全中華民國 一狗票在8月 帶你做AI的任何一個分析師 實實在在 有專業才敢大聲 這老師上禮拜都有講 然後呢 然後 我還不是 到這邊之後 我還一直給你看好 沒有喔 也許有人技嘉 當初帶你買在250 300 然後讓你賺到錢之後 可是到380 還是給你看好 連叫你走都沒叫你走 但你現在看我中視節目 很多已經是我會員 有些不是我會員的 不是我會員的 你看到我的上品這麼飆 我有沒有在那邊提醒你 你不要來飛龍這一天 不要來那邊追了 我還告訴你跟我做下一檔 對 下一檔上品 可是別人不是這樣嗎 別人是怎麼樣 到這邊還持續靠 持續靠 叫你怎麼樣 繼續來上車來跟我買 你回去看看上禮拜 有多少人 那是在害誰啊 對不對 我從來不害人了喔 就算你看我節目 你沒來錄會 我都老是告訴你 不要來追這一支了 是不是 那別的分析師不這樣啊 你不錄會 對不對 你要看我節目 我不錄會來啊 追給你死啊 活該 套牢活該 我不是這種人啊 老師從來不做這種事 我就跟你講我都很喜歡雪中送炭 我還告訴你 做股票不要錦上天花 對 要雪中送炭 都已經飛龍在天的股票 你不要再去追了 為什麼我的股票 可以讓會員這樣子賺 因為我喜歡雪中送炭 是 對不對 我說我用雪中送炭 這個概念 做股票都會贏錢 在這邊山頭先把雪中送炭 你們不要的我雪中送炭 對 你們要去追技嘉 喜歡錦上天花你去追 最後老天爺同情人 最後老天爺站在誰這一邊 真的疼惜我們 老天爺站在我這一邊 好人有好抱嘛 對不對 那會員你看 我們賺到了 這老師當初都有預告 50到100塊的價差 確實都答正了 來 你有沒有看到 禮拜五的上品 上禮拜五投信再來買一次 你們想說還有戲對不對 想說還有戲對不對 我告訴你 再買一次再騙你一次 今天怎麼樣 沒有高點 再破低 沒有高點 就是再破高點下來之後的低 有沒有看到 是 再破 距離高點現在下來一丈已經差3萬了 一丈已經3萬了 所以你看喔 我跟你講市場主力就是這麼噁心啊 你在這邊下來你以為他在整理 月底這禮拜月底 你要再拉一波 禮拜五他只給你怎麼樣 拉個五六塊 今天直接怎麼樣 往下 往下砍 而不噁心 噁心他媽給噁心開門 噁心到家了 老師看得懂人家的手法 真的 我看得懂啊 可是市場上有幾個分析師看得懂 他不帶你在那邊來追我的股票 就已經不錯了 更不用講說帶你追 然後怎麼樣 再帶你停損 你怎麼賺得到錢呢 每天都在玩大富翁嘛 醒醒吧 對不對 前進兩步後退五步啊 醒醒他 可是這檔我們出掉之後 我們完全就沒有在碰他咧 因為老師有下一檔啦 我們下一檔要準備雪中送炭的 山頭邪照的 我走了我就不會在那邊 喔 三塊五塊你覺得這樣 好像做差價很厲害 老師就告訴你 已經幫你找尋到下一檔上品 下一檔的山頭邪照 我出掉了我很有耐心 我可以等到你 山頭邪照 這個叫山頭邪照沒 還沒 對啊 對不對 然後金星科 六五三三金星科 也是連三黑耶 有沒有 看上個禮拜誰 上個禮拜多紅啊 這檔金星科 我在做的時候 我相信全中華民國投顧分析師 沒有人跟我撿在這邊 沒有 大家跑去追哪一次 艾蒲 對不對 還超級比一比給大家看 好 你有沒有發現 上去幾根就結束了 就上個禮拜 我在這邊跟你講 你不相信對不對 到這邊這邊 你也半信半疑 後來等到早上晚上的 對不對 東森非凡的分析師 都來講這一支的時候 已經在500的時候 你覺得大有可為 為什麼 底氣來了 因為報紙的消息又拿出來放了 又有力多了 對不對 老師還戳破他們的手法 告訴你 他們的手法都怎麼做 你看到沒 三根連續下來 520一下 尖給倒到480了 好快喔 收473了 蹦蹦蹦 一樣 我們這邊上來 對不對 你就算一張沒賺10萬 賺5萬有嘛 行 可是你再追在這邊 你現在馬上怎麼樣 套5萬了 那萬一他給你回來這邊 你怎麼辦 我們是怎麼樣 安心的賺 我們可以重新布局 對啊 可是你卻怎麼樣 提心吊膽 你卻一張又要套10萬 對 這就是最遙遠的差別 最遙遠的距離 好 上個禮拜老師都還提醒大家 這個小新他們的手法 會怎麼割韭菜 除了他還有 艾普嗎 艾普 也是一樣 廣告後 再來跟你講這一檔 我相信艾普跟經濟科 應該這兩天 這一個禮拜來 被割韭菜的大有人在 是 特別是艾普 有才分析師 帶著一大票的 哪買啊 對不對 古名去買艾普對不對 怎麼辦 這故事講不完 怎麼辦 節目完 你有艾普的 老師幫幫你 那我等一下節目 下半段你要好好來聽 好來記得加Line 或者是訂閱我們的 YT YouTube 古海大丈夫頻道 艾普 艾普 很多人手上還有對不對 那個 怎麼辦 新唐可能沒機會講 來不及 因為新唐 如果你 看我中視節目夠認真的 你應該知道 新唐是我陳蓋股 對不對 今天的新唐來到 145 對 OK好 今天檯面上的IC股 新唐算滿強的 這就是我們陳蓋威風 誰與正風 沒錯 好來 那MCU 我今天的 療產業 療產業 我就要來講MCU 我會把台股的幾家MCU 大廠 設計公司 我拿出來跟你比一比 超級比一比 我們上禮拜比了什麼 莫斯菲 上週五莫斯菲 好來看一下艾普 6531的艾普 現在很多人手上 可能還有艾普 現在大家也很擔心 想說老師怎麼辦 艾普怎麼辦 手上還有的該怎麼辦 還有機會嗎 還有戲嗎 來 這檔艾普 他上的 你知道後來不是金星科 比他快對不對 對 當初的艾普跟金星科 都在420 都在420 有沒有 然後艾普421 艾普就怎麼樣 一次就給你公道 先到45 對不對 46 但是金星科都沒動 金星科不動則已 一動就直接給你到520 有沒有 532 很多手上有艾普的人 看到怎麼樣 流口水 口水都流下來對不對 趕快再來追 回頭 去追金星科 很抱歉 一追又三黑 你的45 你的45 的艾普 如果你去追金星科 你會把你這一段 吐回去了 有沒有 那你說那你艾普 這段時間 我跟你講 這段時間 很多人 艾普可能這一段 你有賺到 但是如果你是這時候 才來做的時候 麻煩你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外資 有沒有看到 外資拉上去 對 有沒有 外資拉上去 然後再賣 開始賣了 對 現在在賣 這兩段 也是外資拉上去的 對 但是艾普的外資 很聰明 我跟你講 艾普的外資 他有本事拉上去 他有本事怎麼樣 很快下車 對 但是我跟你講 不管金星科 艾普 IP股 這一波已經結束了 你如果你要做IP股的 你要跟我怎麼樣 利用 下一波三頭斜照的時候 再來重新布局 懂 好嗎 所以如果手上你有這些 高價IP的 你趕快來找我 是 來 直接加賴 把你的問題留下來 讓老師幫幫你 還有今天 聊產業很精采 記得紅酸框框 訂閱顧海大丈夫 感謝金山老師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